这怎么一个妹妹都没有啊 这小南瓜种这么久了 怎么光开花不结果 你一直盯着我看什么看 你这种行为属于骚扰 哦 是吗 只是花开的正宴 我不去看 当时显得我不解风情 你可别恶心我了 咱俩不会有结果的 不是 是 你怎么知道 哥们儿 咱们都是公的 哦 我看你挺水灵 还以为 哎呦 这怎么一个妹妹都没有啊 你看看这环境 咱们熊花会在光照族 温度低的时候产生 而此花恰恰相反 只要温度高 光照少的环境 才会生长出来 这家伙因为觉得热 一天到晚都开着空调 搞得咱们腾上七朵花 一个不变小南瓜 哎 真晦气 啊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给你们避暑 你们会长得更好 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误啊 哎呦 什么 好热啊 老兄 你要对我做什么 哪那么多问题 受着就好了 先开小火给你暖暖身子 哎呦 不会是要把我整成蓝莓酱吧 放过我吧 店外卖不好吗 那玩意儿全是科技狠活 哪有自知的干净健康 你撒了啥玩意儿在我身上 怎么还黏糊糊的 放点白糖啊 让你变得更香甜 老兄 你天天说要减肥 现在你这糖分不得超标了 剩你一千话多 瞧大火给你点颜色瞧瞧 哎呦 好烫 好烫 啥玩意儿啊 酸得我牙齿都掉了 这是柠檬汁 有杀菌作用 这样你才能更好保存 你这一会儿甜 一会儿酸的 我真的酸秋了 哎呀 蓝莓酱做好了 冷却一会儿 再装在消货毒的玻璃瓶里 明天让儿子搭配面包吃 你们赶紧起开 抢了我们的C位了 大哥 外面都传 它比咱们普通鸡蛋更有营养 所以它才那么嚣张 诶 凭啥你就比我们更有营养 哼 凭我妈是土鸡 土鸡咋了 难道会飞不成 我妈逍遥自在 满山跑 吃无苦蔬菜 有时候 还给自己加菜 这代表真不错 那像你妈助养职场 天天吃一样的饲料 个普蛋 基因当然比不上我 你说我是不是更有营养 哎呀 我屁妈屁不过你 大哥 专家都辟谣了 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 没有差别 但是它却贵得出奇 谁买谁谁跟大头 我有更多的脂溶性成分 吃起来更美味 当然更贵 你确实更香 但是你妈生活环境过于开放 难免会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我怎么住过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那当然了 咱们妈妈都是生活在干净的养殖场里 吃的食物都是经过严格质减的 而且咱们出生就要经历严格的清洁杀菌 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原来如此 那咱们普通鸡蛋够应该占据C位啊 你们赶紧起开 宝儿 今晚接个面吧 宝贝 咱才认识三天 这就奔鲜了 是啊 你到底来不来啊 来来来 怎么不来呢 哎呀 放你闻起来好香啊 真想把你吃掉 疼 好疼 你干啥 真吃啊 都咬你一条胳膊了 你说呢 可别挣扎了 白费功夫 我体型比你大很多 你是差池难逃啊 好吧 我懂 我都懂 你吃我是为了补充营养 以后好繁衍咱们的后代 我认命了 笨蛋 母螳螂吃你们单纯是因为饿 才不是为了繁衍后代 那些母螳螂太饿了 就直接吃 像我 只是有点饿 可以先交配 再把你吃掉 如果不饿 我都懒得理你 渣女 原来你是真的想吃我 这几天的情爱与时光 终究还是错付了 渣什么渣 把你变成残渣 加油 加油 不错哦 我是个个饱满 可以买个好价钱 一年到头都在忙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不用买力吸收营养了 醒醒 别睡了 葡萄采收后 树体可是最虚弱的时候 你可得先做好月子才行啊 笑话 还没听说过葡萄树做月子的 要做也是你做 一孕杀三年 不会是真的吧 这树这么都不知道保养自己 你消耗了这么多养分 吃点月子肥好要养树体啊 哎呀 你怎么那么啰嗦 这果实都没了 用不着补营养了 哎 你这月子没做好 要落下月子病的 抗病能力也会下降的 来年会影响开花结果的 你别管我了 都说了不做月子了 你这树怎么那么糊涂呢 行行行 看你明年咋办 能不能加点油啊 这营养都不够塞牙缝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以前挺厉害的 现在我加油了也使不上力啊 这可咋办呀 之前就告诉过你 采收后要及时补充月子肥 这下傻了吧 谁啊 干啥呢 要 要你 你好长大 你个狠狠 住手 请帮动忙 我都呼吸不过来了 哎 我都是为你好啊 压一下你 你就可以与土壤接触得更加紧密 下层土壤水分一上升 你就能喝上水了 好吧好吧 哎 你又干啥 我这房子面积才多大 这么多种子挤在一起 不嫌闷的话吗 哎 都是兄弟 兄弟的房子不跟自己的 一样一样的吗 面积小点没事 咱一起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啊 谁想跟你们一起过 哎呀 别吵了 把你们种得密集一点 可以充分吸收土壤的养分和肥料 还能降低水分蒸发 促进光合作用啊 啊 那 再叫点兄弟来 many months later 播种后及时镇压 合理密质 今年甜菜终于高产了 回头把甜菜做成白糖吃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不挣蔬菜大王了 三十年喝冬 三十年喝西 默契少年穷 我救鬼 一定要变成蔬菜大王 嘿 我要好好锻炼 征服所有人的胃 这两天肯定吃错东西了 上个厕所都困难 那你的运气真是好到爆炸 来吃了我 你就好了 你这像辣椒一样的东西 吃了不会上火吗 我可是秋葵 好称植物黄金 好吃又健康 还有大量膳食纤维 好着呢 那你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吗 你想要的 我都要 来吧宝贝 嘿嘿嘿 长得还挺好看的 呸 呸呸呸 什么呀 你身上全是大鼻涕 恶心死人了 你懂什么 真正的营养全在这里了 你居然说这是鼻涕 不识好货 我肚子好像真的舒服了很多 那当然 我可是植物黄金 健康神态 对对对 就是这鼻涕口感有点怪 不喜欢 口感和健康不能兼得 看来我当不了蔬菜大王了 有人喜欢 有人厌 这才是真实的自己 为了健康 我听你 少年 加油 今年圣诞真冷 可怜我只能在家 多喝热水 水有什么好喝的 都圣诞节了 能不能有点心意 我可没钱喝高大上的新爸爸 没有条件 咱们就自己创造条件 你说的倒是好听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亏你还是个人类 在家做热红酒都不会吗 拿去 找到这个座 保证你能够在自家 制出美味的正宗热红酒 1.5升的干红葡萄酒一瓶 甜滋滋的大橙子一个 八角两个 桂皮一个 金香两个 再加上草果一个 最重要的是 要加上200克白砂糖 口感会更甜蜜 大火烧到快开的时候 再转入中小火 住30分钟 这样 一锅自制的正宗热红酒 就做好了 我还以为 会是黑暗料理呢 没想到这么美味 感觉喝一口 能暖一整天 这个冬天 你的第一杯红酒 安排了吗 老铁们 今天给大家演个绝活 打口闷牛奶 老弟啊 咱可不能喝牛奶啊 牛奶多有营养啊 为啥不能喝 我去 就是喝点牛奶 怎么就错了 那是因为 牛奶的蛋白质和钙 跟咱们蓝梅家 千生犯冲啊 作为牛奶里的 优质营养物 我负责补充 生命所需的能量 你来促进生长发育 咱哥俩肯定能承包这里 可是前面有维C 来抢地盘呢 什么 是蛋白质 开战咯 蛋白质遇到维生素C 可能会引发蛋白质凝结 蓝莓牛奶 秒变蓝莓豆腐渣 不但不利于消化吸收 还可能激发 互负 互泻 你们别打了 我要痛死了 那盖呢 我要是能不电盖 肚子疼也不亏呀 你找他嘛 他已经帮命了 发生了什么 有咱们蓝梅家的草酸盐在 盖你是补不上了 他俩凑一起 没形成结石就不错了 为了身体健康 看来我这辈子 跟牛奶居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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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